3月才成為《Born 25》 導演的Danny Boyle 因為出現創作理念不同的緣故 決定不再擔任第25部 Jimps 幫導演一職 這個消息傳出後 不少影迷都覺得非常高興 直言電影公司可以乘機找來 蝙蝠俠三部曲導演 幾次杜化路蘭接任 但是卻有不少影迷 為Danny Boyle抱不平 直言他才是《Born 25》最適合的導演 相信《Born 25》需要立即尋找導演接任人 因為有指電影 將於今年12月開拍 而很快地有傳 《職業特工隊》 盤譯帝國和職業特工隊 盤譯之間 導演Christopher McCrory將會接任